噴彈 Clearly for sure not佳哥 粉絲們好像會很喜歡豆類的料理 因為豆類的料理它的營養價值蠻高的 所以你們會喜歡 飲 plank 今天簡安哥就要教你做一道超級美麗的黑胡椒豆包酥 教你如何煎出脆嫩的豆包 還有加上我們黑胡椒和奶 這件錯誒 所以我們就說趕緊來做我們這一道黑胡椒豆包酥 來你們要喜歡什麼豆腊椒女兒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一個知道 讓我更多的聯繫 來這邊開放之前 Youtube 按讚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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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先來開個火 下個油 有稍微的很多一點 有一點半煎炸的感覺 taş煎這個豆包的時候 就是給它熱油下去煎它 來,我們來翻麵 齁,這都這樣焦一焦 來,翻過來之後,我們轉小火 慢慢的給它煎,中小火 來,看一下 兩面都成金黃色之後 我們關火 然後我們直接給它倒到砧板上 來,我們現在來把它倒包切切一下 然後一樣再做一個 1開六的動作 我們把它1開六 然後依序地 1開六的動作 煮整個地方埋到漂亮 就是把切面儘量朝上 然後一樣再做一個 這個一開又的動作 來我們全部排上去了 發現這裡有一個漏洞 沒關係我再少來把它整理一下 因為剛剛沒有排滿 我覺得這樣不好看 我稍微把它用斜斜的 來,OK,我們的大包擺盒 來,一樣 開個火,熱個鍋 剛剛我們煎豆包的油 繼續下去就好了 來,鍋燒熱了 加上洋蔥 還有我們的蔥 和蒜頭 都喝下去 來,稍微補一點油 來,燒旁邊的材料 來,我們加一個奶油 好,然後黑胡椒,粒一起下 來,把它稍微拌勻一下 香氣全部炒出來 來,OK,這時候我們的醬油 來,蔥兒 來,我們的蠔油 各位 然後加我們的糖 來,果然給它煮到 來,番茄醬 來,迅速的給它炒一下 補一點點水 來,再來,我們來勾芡一下 好的,勾芡一下 好,來,夠濃稠之後 來,我們再加一個奶油 第二次給它更入味的 來,火再加水了 OK,來,最後加上我們的辣椒還有蔥 來,切肉什麼的啊 來,我們這時候關火 然後把它丟到我們的豆包裡面 不然黑胡椒豆包數就完了 6... 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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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簡單一個的美味 試吃時間 哦 層層堆疊的香脆 濕嫩在舌尖上彈跳 純粹黃豆的香氣 拓散在口中 將製成了完美的點綴 不搶走豆包的風采 温然天成 鹹香帶點黑胡椒的氣息 屋中帶點微微的辛香 層次的美味階梯 我正慢慢的往上爬身 簡單哥小知識 豆包小知識 豆漿開蓋加熱時 表面會凝結一層凝固的蛋白質 此成蛋白質薄膜乾燥後 水分會流失 變成細薄軟嫩的薄片 即所謂的豆皮 豆皮層層堆疊後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豆包囉 想要補充蛋白質 豆製品就是你最好的選擇